冰湖保卫战闯关规则 两队轮流答题 回答正确 则获得一次 投掷汉地冰湖的机会 最终以冰湖比赛的 计分规则 来评判两队投掷成绩 即汉地冰湖 离原新更近的一队 获得击分 且领先对手几湖 就击几分 获胜队将赢得 抽取福袋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接触冰湖 喜欢冰湖了 所以咱们马上开始 汉地冰湖的比拼好不好 好 蓝队请听题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将在以下哪个场馆举办 A 鸟巢 B 水利方 C 冰丝带 请作答 鸟巢是最大的 最棒的那个场馆 所以是A 鸟巢 好 回答正确 获得了投掷的权利 那么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 都在鸟巢举办 在成功获得了 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之后 国家体育场鸟巢 将成为第一个 在夏季和冬季 举行双奥运 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场馆 好 请蓝队同学投鼓 做好准备 三 三 二 一 加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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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来 啊 reamüllt 啊 咱们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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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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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gey nie 哦 ー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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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白队同学请听题 这是一道视频题 是来自南方小朋友的提问 我们来看看他问了什么问题呢 b 四条 c 五条 有点难我觉得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不知道这个答案 你们要不要看我的眼神呢 他打了两下 没有两条啊 哦 好你们的答案是 b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冰立方将在 保有水立方水上功能的基础上 新增冰上功能 即在比赛大厅中部 通过搭建可损换结构 及安装可拆装制冰系统 形成具有四条标准赛道的冰湖场地 该场馆将在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参奥会期间 承接冰湖和轮椅冰湖比赛 回答正确 来 选人桃虎 谢谢 好 白队队员 请桃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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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哇 进大本营了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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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目前场合的比分是1比0 白队暂时领先 我们接着来出题 下面这要题是图片题 图片上是冰壶比赛 大饼鹰里红黄双方的冰壶位置 请问谁赢了呢 A是红队影 B是黄队影 C是两队平局 红队 恭喜你回答正确 金豆哥哥为什么是红队影 因为在这个大饼鹰当中 这个红色的冰壶离我们这个 原型是最近的 所以它是获得一分 虽然说在大饼鹰当中 有四颗黄色的冰壶 但是它们都不得分 谁离得近 谁得分 那来 我们的这位同学请投壶 不不不不ب不 不不不不 正在正确比赛当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击打 将对方的有效弧 给积出了这个大本营当中 现在目前双方是0比0 好 黄伟哥哥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后手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真的 对 可以针对前面的人 我后面调整我的战术 没错 状态还是我自己得分 来 白队同学请听题 与子冰狐比赛共有十局 每局两队 共投制出多少只冰狐呢 A 八只 B 十只 C 十六只 请作答 我们选C 男子女子冰狐比赛中 每局都会投制 十六只冰狐 在我们的男子团体 和女子团体比赛当中呢 每队是各有四位队员 然后呢 每人要投制两个冰狐 那么每局 他们要投制八个 那么双方呢 加在一起就是十六只冰狐 好 请投狐 好 力度好 力度很好 力度很好 他们就好稳啊 好 我们蓝队听题 在冰狐比赛时 队员刷冰的技术 也是制胜的关键 当队员投制冰狐后 A 只能由自己的队员进行刷冰 B 只能由主将和替补队员刷冰 C 冰狐过圆心线后 可以由对方的队员刷冰 请作答 C A 我觉得C可能真的要打 多选题 单选题 多选题 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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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一定吧 C吧 C吧 C 回答正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本营 然后呢 我现在面对的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原心线 在这之前 对方是不能够刷对方的弧的 过了这个原心线之后 你就可以刷 为什么呢 因为让他多刷 多刷 多刷 然后出这个大本营 好 那么蓝队同学因为回答正确 所以可以投制冰虎啦 你想把他撞出去 还是咱们投那中心 撞出去 撞是吧 行 听你的 可以 漂亮 来 白队同学请听题 根据图片判断红黄两队的比分是多少 A是2比3 B是2比0 C是0比2 0比2 王在后 0比2 0比2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今天我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为什么那是0呢 他们不是也有胡在那里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个答案 一个答案是2比3 在任何一场冰虎比赛当中 都不会出现这样的分数 要么就是2比0 0比2 不可能会出现都得分的情况 我们最后比的是 哪一队的这个胡 离原心更近 哪个队得分 我们看一下啊 在大本营当中 离我们这个原心近的是 两个黄色的 所以是0比2 哦 对 明白了 请投制冰虎 好 加油 加油 可以 可以 我呢 这个没出去 这个没出去 还爱我吗 还爱我吗 还是人家 这个红的离得更近 对 但没想到他能碰到红的呀 对 这就是失误球了 在比赛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继续来答题啊 现在是蓝队的机会来了 这道题是月亮姐姐视频题 一起来看 嘿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月亮姐姐 哎 你们知道吗 在冬奥会冰虎比赛的时候啊 每队一共上场的是 四名队员 依次来投制冰虎 其中 在赛场上大声喊叫的那个人啊 一般呢他就是冰虎队的队长 他负责领导整个的冰虎比赛 小朋友们 那你们知道这个冰虎队的队长 在第几位出场投制冰虎吗 A 第三位 B 第四位 C 随机选择 B 这么肯定 因为他跟我说的 你确定吗 稍等稍等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能相信你吗 能 行 转B 好 正确的答案是 B 第四位 地支队伍当中啊 技术最强的队长呢 一般会叫压轴出场 我给小朋友们解释一下啊 在冰虎比赛当中呢 队长会领导冰虎的比赛 当队员制球的时候 队长会指示 冰虎旋转的方向 滑行的距离 让刷冰员的决定 应该如何刷冰 他喊的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语言 习惯和个人喜好不一样 每个队长呼喊的内容啊 都是各有千秋 有自己的特点 但总结起来 大致上也就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大点点 使劲擦 第二个就是别擦了 力量够大了 小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了吗 正确答案就是毕 恭喜 不能浪费时间 最后一个球了 我要使用一个旋转球 我要使用一个旋转球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哎呀 哇哇哇 哇哇哇 也不一定 万一他们碰到自己的壶呢 对 不是他们如果万一碰到我们球 把我求更推进了 现在第八题 也是最后一题了 白队来作答 你们知道吗 在正式的比赛中 冰壶把守的颜色 也有很多小秘密呢 选择红色冰壶把守的运动员 要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呢 A 需要穿深色的比赛服 B 需要穿浅色的比赛服 C 只能穿红色的比赛服 我们选A A 需要穿深色的比赛服 答案是否正确呢 回答正确 还有戏 咱们还有戏 冰壶根据这个把守来选择服装 红色把守的队伍呢 要着这个深色的服装 比如说这个绿呀 红啊 蓝呀 黑 东啊 或者是紫色等等 黄色把守的队伍呢 着装是要浅色的队伍 包括黄啊 灰啊 白啊等等 他们已经获得了 这个投掷冰壶的权利 在正式比赛当中 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般队员呢 他们会选择 尽量地把这个球投进大本营 然后呢 后手得两分 如果他们 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放弃这只冰壶 直接大力往前一扔 对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比零 明白了吧 表演赛开始 表演 完了我已经知道下场什么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一定会认真投的 哎 我相信他会认真投的 哈哈 好 春天姐姐请投虎 努力投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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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别动 谁能想象得到啊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呀 说这个节目是有剧本的我都信 我跟你讲 哈哈 哇 在专业比赛当中呢 还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因为黄伟他们是先手 他们笑到了最后 这叫先手偷一分 就是他们获得了一分 不 我没偷 他们送的 他们送的 对对 真的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赛事 我感受到其中的魅力了 春天姐姐刚才如果只是消极比赛 把球随便一投 投到无效区 他们就赢了 是的 但我能看得出来 他想认真的投出这一球 而真正认真投出之后 那比赛是场上又瞬息外面 是 所以这就是咱体育的 这个竞赛的这个魅力 所以我能不能采访一下春天姐姐呢 请请讲 春天姐姐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要是再投十次 也可能没这么准碰到这个球 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春天姐姐所说的那样 黄伟哥哥刚才在他最后一投 也是功不可没的 功不可没的 这事跟我还有关系吗 对 如果他的弧 没有自己的弧连在一起 如果没有连在一起的话 他就不会得到有效传击 就不会将你这个弧传进大本营的 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是 不完全是送的 所以说每一制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早就知道了 我算计好的 因为第一关游戏呢 我们是打平了 第二关游戏呢 等于说春天使 蓝队黄伟哥哥率领的蓝队赢了 所以黄伟哥哥你们获得了一次抽福袋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召唤福袋奖 福袋 福袋 人见人爱 福袋 福袋 东奥精彩 刚才呢我们第一关双方都有一次抽福袋的机会 这一轮呢是蓝队获胜了蓝队获得一次抽福袋的机会 有没有八个的在后面状况 有 哇哦 十二个的都有 哇哦 天呐黄伟哥哥派哪位小同学 你俩 你俩猜一下吧 石头剪刀布 好 你去吧 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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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你们获得了六枚东奥灰扎六枚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祝贺 所以我们白队呢是获得了一枚但是没关系 咱们还有机会可以抽福袋 加油 加油 加油